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熟练的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假音该怎么唱 很多朋友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 真声的时候唱得非常有自信 但是到了假音的部分声音突然就不见了 稍微说一下真声和假声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真声的情况下我们的声带闭合 它比较紧闭 然后发出快速拍打 假声的话它相对声带会比较开一些 再发出快速拍打 一个是关着紧紧的 一个是打开的 哪个声音是需要更多气 应该是打开的那个 因为有非常多的空气 直接经过了这个声带闭合的地方 它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它就溜走了 所以要发出一样质量的声音的时候 假声需要比真声用更多的气息 一定要给够气大胆的往外出 这个是我们今天学的一个关键 那至于怎么样唱出好听的假声呢 以下几个步骤一定都要挨个去试 第一个小步骤是找到叹气的感觉 嗓子是不是没有再用力 有整个放松的 很好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高音 找到高音且高共鸣的感觉 发个高音的 嘴巴里可以有点小空间 想想嘴巴里面有一个很烫很烫肉丸子 然后我们把手放在那里面中心 想想所有的声音都集中在这个点 这就是非常高这样的一个假声了 然后我们再带到歌里面 你给我这呼呼 你呼呼呼 手练了掌握之后 你们再换个歌词就好啦 学后的话记得点击关注并且转发